正好那段时间我们设置的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结果还看不到 结果我还是把那份提供给来的律师 律师说非常重要 对我们是很有作用的 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很庆幸 这也明明之中也是有天意 我们觉得这是 因为我也很小就截个图的 那就截了 就用上了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案情 就是知道以后 其实我是相当的震惊的 特别是知道 这一包东西装的什么的时候 我是不是震惊 这个词可以形容的 我可以觉得就是 就是怒发冲冠 我觉得那个 这共产党之邪恶道冷利 就是说畜生不如 你要说他是畜生 就是侮辱畜生 我先不把这个案件讲这么明白 这是基于我们在这个 我们必须通过联盟来 把这个案情的更多的细节讲出来的 那么我讲一个 律师跟我们谈到一个相关 不相关 类似过几年前出现过一个案件 我只讲这个案件 我只讲这个案件 您听听 几年前呢 有大概 大概是一公斤的冰毒 从美国 就寄到了一个日本人 一个收获的 好 那么最后呢 因为这个日本人本人可能 他既是一个习食毒品者 他也归属于一个 这个有组织犯罪的组织 就是黑社会 知道大家知道 日本有这个组那个组嘛 黑社会 最后被定罪 被定了罪的 判了这个 不到十年吧 不到十年 是很重的一个刑 但大家知道日本是有死刑的 日本是有死刑的 好 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说起来讲的是各种背景 另外 日本在 日本是一个很典型的东方国家 他是在这种 特别是涉毒这一块的时候 证据如果不是那么确凿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有相当大可疑性的时候 他都倾向于 就定罪的时候 他实当的会 会给你严重一些的 他宁愿更多相信你是有罪的 大家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和很多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 就我宁愿相信你 这个时候我多半还相信你 还是应该有点问题的 所以这个给我们感觉好像是 是不是说日本这个 这个国家的 这个司法体系啊 大家怀疑是不是也被渗透了 我们是不是很被动 那么在我跟律师接触的 我这样讲时间表 19号 草哥小哥出事 原来说中午 打开了邮箱 打开邮报 跟着下午带走 我们20号就开始找律师 定下来了 20号就定下律师了 21号律师就见到他了 所以我们联盟可以说 基本上是没有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而且我们同时找了两个律师 我们的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谁正合适 我都去到那以后 根据所有的点点滴滴 经过综合的判断 我们选定了一家所 非常棒 这个很好很好的律师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 这种有类似相关的过去曾经发生的案件 律师说一句 他说 看来这件事情啊 他说 是他们 如果 他说他现在为止 因为他也见了草根小哥了 他也见了这个他太太了 都见过以后 他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奇怪 很奇强 不知道从哪 哪个地方不对劲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律师 但他不知道哪里很对劲 不对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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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